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河组织之后 就涵盖了从北冰洋到印度洋 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大的地区 人口也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大约一半 那么上河是否已经成为欧亚大陆的顶级国际架构 与正面临减原危机的欧盟等组织相比 上河需要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孙先生 上河组织毕竟是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组织 只有16年的时间 他自身的建设 我觉得还有很多课题需要完成 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可能在选择目标上 长期目标很稳定 但是近期的目标可能要量力而行 另外就是上河组织也有些经验 比如说多边和双边相结合 另外就是要坚持开放的这么一个原则 这恰恰是我觉得他摒弃了原来那种 传统的区域合作的一些缺点 吸取了这些教训 所以上河组织才有今天发展的这样一个局面 孟先生 欧盟是高度一体化的 一个地区组织 它是外交统一 市场统一 货币统一 签证统一 要这么用这个标准来看 上河组织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是如果说从欧盟检员 上河征员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的话 那么我衷心希望就是说 上河组织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 扎扎实实的发展 最终经历历史的检验 林先生 上河组织的发展 我们现在至少在外部上 在欧亚地区 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现在最大的对手就是他的内部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 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学习 怎么把内部的分歧等等给协调好 最后能够理顺这样的一个制度的 逐步发展的过程 好 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和分析 决胜至高点下周一晚上9点25 再见